Hello大家好,我是Ya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今天这个影片中呢,我要跟你分享 怎么样可以一直保持动力 因为你们有一些人写信来问我说 你们做每一件事呢,刚开始的时候呢,都很有动力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找不到动力可以继续下去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影片中呢,我想要跟你分享 我怎么样可以保持动力,让自己不断地继续努力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我的频道是专门讲美股投资,个人理财,跟建造备对付收入 还有个人成长 所以如果你还不订阅这个频道的话,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按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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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的影片哦 第一点呢,是我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讲的 其实动力呢,是你行动之后才会出现的 不是在行动之前 大家对动力的误解是,有动力之后呢,才有行动 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是 你要逼自己做出行动之后呢 才会有动力,然后有动力呢 才能做出更多的行动这样子 所以呢,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你做了很多的努力都看不到结果 所以呢,当然没有动力要继续下去嘛,对不对? 但是很多的事情都一样 特别是当你在建造梦想的时候 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其实都看不到什么结果的 你要做了一阵子,像我自己做了两年多 才看到结果 所以你一定要逼自己撑过这一年 那没有动力的时候怎么办 那就要逼迫自己行动 我自己有一个方法就是呢 我会逼迫自己让行动变成一个习惯 我现在明天早上的作息就是呢 早上起来,溜狗之后呢 就开始做三到四篇的IG贴文 当然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你会很兴奋 你可能可以维持个两三天嘛 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你就找不到的动力可以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靠自己的毅力 逼迫自己行动 逼迫自己让这个行动变成一个习惯 再来有一点就是呢 把你的行动乘三乘四 就是比如说,现在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就像我现在的结果是 我希望每天都有IG更新 我会把我的行动乘三乘四的意思就是说 每天我要贴三到四篇的IG贴文 我觉得这样子呢,可以降低自己偷懒的几率 因为呢,每天三四篇嘛 如果那天真的很懒,很懒,很懒的话呢 我还是至少会贴一篇 如果每天都有行动 就算是小小的行动好了 也会对你长期下来呢 对你有很多的帮助 第二点是清楚自己的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你要努力 为什么你要想要做出这些行动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做某件事情 对不对,就像我们小时候念书 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念书吗? 没有嘛,我们都不知道嘛 之后呢,很多人就读死书 所以如果你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努力的话呢 你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我觉得目标设定呢,就像是灯塔一样 然后我们呢,是大海中的一艘帆船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目标的话呢 就像是帆船,看得到灯塔 然后他们可以安全回家这样子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呢 就像是一艘在大海中迷失的帆船 那什么样子叫做明确的目标 很多人的目标呢 就像是我要赚大钱 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目标 什么叫赚大钱? 你赚大钱的定义是什么? 你要有个明确的数字出来嘛,对不对? 就举例来说好了,现在呢 你要在几岁之前存到第一桶金 好,比如说像是30岁之前好了 这样子你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嘛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拆开了,变成很多的小步骤 比如说一个月呢,存多少钱 然后一年存多少钱 30岁之前呢,就可以存到一桶金了 而且呢,我觉得说你想着一件事情 不代表你知道一件事情 或是说你知道一件事情呢 不代表你之后还会记得这件事 所以呢,对我来说写下来非常的重要 我现在呢,建议你用一句非常简短的 写下你的原因 或是写下你的目标 我想要成为怎么样子 我想要做到什么样的事 好,那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呢 比较给白一点 我们喜欢用吸引力法则 然后吸引力法则呢,有一个诀窍 就是呢,当做自己已经做到一件事 或是当做自己已经得到那件事了 所以呢,我们会把想要拿掉 那就变成说,我已经做到什么事 或是我已经得到那个东西了 第三点是多看个人成长书籍 我觉得呢,个人成长的书籍呢 就是对我来说 比较像是可以让我不断的了解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了解自己呢,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不是说一两天就可以知道了 或许说你现在已经觉得你很了解自己 你现在可能会觉得说我很了解自己 但是有可能呢,一年之后你往回看 你就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 所以人是会不断的改变的 你了解自己的程度呢,会一直变化的 然后在看个人成长书籍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断的让自己有那个动力去努力 就像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超好看的 然后呢,这本书里面的作者有提到 我们自己跟我们的自负是不一样的 什么是自负呢? 自负就是我们想到负面正面的这个思考 例如说拿这个影片的主题来做举例好了 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好懒,没有动力的去努力 那这些思想呢,其实都是我们的自负在想的 那我们跟我们的自负不一样嘛 所以有时候呢,看个人成长书籍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往后踏一步看清楚自己的自负 然后就发现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啊 有哪些地方需要多做一点努力 来让它更进步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自负这个概念的话 你可以参考这本书叫做A New Earth 好,今天这个影片到这边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每周二周四周日晚上9点台北时间呢 都会上传新的影片 然后如果你想看什么类型的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